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跨境攻击之后 首都基辅在内有大半地区遭受俄罗斯大规模空袭 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军发射超过100架无人机 还有100多枚的飞弹 攻击乌克兰的电力和水库设施 基辅防空警报响起 地铁站月台涌入避难人潮 由部分地区停水停电 官方展开抢修任务 目前已经有5人不幸死亡 俄罗斯官方则是对乌军的跨境行动表达不满 还表示目前双方的停火谈判 已经失去意义 敌军的巡异飞弹来袭 乌克兰士兵捍卫自家天空 机枪频频作响 不过俄罗斯最新一波攻击 遍布半个乌克兰 连水库都不放过 这一发虽然只见起巨大水花 但另一头电力基础设施 冒出熊熊大火 首都基辅虽然建构防空系统 但俄军飞弹和无人机数量惊人 防空警报再度密集响起 地铁站成了防空洞 大人小孩和毛孩 暂时以月台为家 部分乌克兰民众表现淡定 唱歌打发时间 相互打气 不过乌军攻入俄国境内后 俄军的强势回应 只是时间问题 客公再度痛斥乌军的跨境行动 并表示目前停火谈判 已经失去意义 这波空袭后 乌克兰许多地区停水停电 官方展开抢修 但战争爆发两年半后 基辅以及西部地区相对的平静 再度被打破 死伤持续累积 将你等一